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学院 第二期的线上佛学院在11月的时候开课了 因为当地的疫情还是很严重 这一次同样是采用视讯的方式 远距离的进行云端开课 希望各位能够在学佛上面读万九书 做事方面行万一路 第二期线上学院正式开学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学院 42位青年隔着荧幕聆听开试 开学首天典礼和我在佛学院的日子 论坛同时登场 邀请了佛光山太华寺监视会得法师开试 更在线上邀请佛光山丛林学院男众学部 学务老师会议法师和应届毕业生 分享学院点点滴滴 启发学员智慧兼顾道心 不畏困难往前走 希望我们大家在佛学上面 通过佛学员的课程 通过禅修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的信心 找到自己的未来 找到之后发言光档服务奉献 在这几句话跟各位美丽 马来西亚疫情仍然严重 天天爆发800人以上 确诊案例 东禅佛学院线上开学 学员隔着一段距离 利用视讯安心共修 经经佛法 人间卫视马来西亚人家龙 综合报道